欢迎各位亦有全面进场 1月15号礼拜六的第三节 我们继续去跟进一下香港的最新情况 有两宗消息要和大家分享 第一宗消息 著名梁粉屈永妍 昨天在经济日报发表了一篇文章 他充当了梁盈的重炮手 炮轮林郑月娥 屈永妍就批评林郑月娥 将自己的国家叫做人家的地方 与黄丝那句轮廓其实心态都是一样 然后他又在Facebook里说到 希望林郑完成这届特首任期之后 就回去自己英国那间大屋 不要再留在香港了 第二宗消息 行政会议成员兼立法会议员叶刘淑仪 今天接受Now电视台访问时说到 说中央并不希望社会 因为行政长官的选举而撕裂 因此至今仍未有人表态参选 好了 在说之前 首先要呼吁各位亦友 记得免费订阅我的频道 多谢大家的支持 同时也邀请大家 如果行有余力的话 希望你可以加入成为我们的Patreon会员 使我们能够可持续运作和发展下去 再一次多谢大家的支持 好了 说回我们今次的主题 屈穎妍昨天在《经济日报》刊登了一篇文章 那篇文章的标题叫做 《商人不利己的话》 其中有几段都是拿来批评林郑月娥的 他说到 日前因为特首林郑 严责出席红维民生日会的官员 前高官杨立门就爆出了 特首其实都有出席过商界选委朋友 搞的大型婚宴 记者追问长情 林郑如此回答 说我只是用了十分钟 和那位社区人士 都不知道他是奸女还是娶媳婦的 我也不清楚 只是去公贺一下 威永妍就说 那句不知道他是奸女还是娶媳婦 就让当事人和一对新人情何以堪 明白特首是为了划清戒线 但有些说话说出来是伤人不利己 都是那句没得教的 屈穎妍这个批评 其实我们先两天都已经说过了 就是说林郑说话 不留情面 不惜大体 而且亦是不顾人感受的 如果大家有印象的话 应该记得我先两天都就着同一点 批评林郑 接着屈穎妍言还说什么呢 他说更加刺痛大众 还有议员陈凯恩在立法会质询的时候 他说到为什么香港不仿后内地 进行小区全面检测呢 林郑的回应就是 如果贸然去听取意见 跟别人地方做所谓小区检测 我不会承担后果 屈穎妍言就认为 人地地方 所谓小区检测 大家一听已经是感到耿耳的了 源于语言当中所表现出来的鄙视 还有就是心底里面 情不自禁表露出来的格核 将自己的国家叫做人地地方 跟黄尸黑暴的轮廓 其实心态是一样的 内地艰苦抗疫有成 在特首眼中原来只是所谓检测 有些事真的没得教的 有些人实在是没得教的 这个就是屈穎妍言的说法 他说到林郑从语言当中表现出来的鄙视 以及是情不自禁表露的格核 这个绝对是正确的 这个批评本身是正确的 为什么? 因为林郑向来也是一个这样的人 他是喜怒盈于色的 他并不是一个善于 将自己的真实情感隐藏的人 尤其是他上任之初 说到要实施什么鬼的理财新哲学 当时他公开说过 就说派遣不可持续的诸如此类 其实他心底里面就是 鄙视着澳门的政策 鄙视着澳门的官员 又例如说 当日这个港珠澳大桥开通的时候 他就跟国家主席习近平 一起平排而行 抛掉了后边那些澳门的行政长官 还有广东省的官员等等 这又是反映出他根本上 完全是没有规模举的 也是当别人的省官员是没有到的 这就是反映出他根本上 没有这些概念 所以屈永然就着这一点 来批评林郑 并不是上纲上线的 是说得对的 因为林郑说的东西 就是从他语言文字当中 反映了他那个真实的感受 之不过屈永然批评 林郑不搞这个所谓的小区全面检测 我就觉得这些是多余了 真的不是说大陆做什么 你都要跟着的 是不是 全面检测到最后是什么呢 就是益了那些这样的 製造检测工具的机构 这个是百分之百的事实来的 全部都是用公帕来去搞的东西 做检测 你以为真的去做检测吗 背后是整个利益关系链在那里 究竟这些检测工具是哪一家厂来生产的呢 背后是有什么利益集团在那里呢 为什么你不说这些东西呢 一比就是做检测 做检测 做检测有多闲而已 为什么你要用这些工具做呢 为什么那些检测工具不是派发在别人家里自己做呢 实际上来说很多国家都是在行这一套的 就算在英国也是 我也有这样的东西在家里 就自己做检测 自己撩躲的 有什么问题呢 是不是 为什么一定要去你那里排队 排六七个小时做检测 你也白痴 这件事我又不撐屈永然说的 根本上那些检测就是所谓检测 有其他更加方便市民的方法 你不去做 你就叫那些人走到街上排队 排队就一样会构成罪杂 是不是 一样人头涌涌在街上 人和人之间有没有保持着两米的社交距离呢 喂 时代一个人冷伤风打黑痴 病毒都会随着口水鼻胎周围飞 有多安全呢 经常都说做这些检测 有什么作用呢 益了谁呢 是不是 你屈永然不去问一下 当然 他写这篇文章出来 目的呢都不是说要做政策讨论啊 或者是辩证科学啊这些东西 而是纯粹呢 是找位来到去 建逢插针这样去 炮轮林郑月娥而已 他作为一个资深的良粉 做这个良型的白手套 做重炮手 大家都可以理解 因为梁振英本人不便做这些东西嘛 他之前在Facebook曾经呢 写过一些很长的文章 来到去批评现界特区政府 在房屋政策方面呢 是做得不好 又重提呢 发展交易公园边随地带啊 诸如此类这些东西 但是呢 根据HK01所说 就说上边叫停他嘛 叫他呢 不要来到去再做这些炮轮现界政府的东西嘛 他不做 那么最终那些良粉就做了 张志刚啊 屈永燕啊 馮伟光啊等等 总之呢 各出其谋 不停发烂 管得麻英呢 管不了那些小鸡 屈永燕就狂吓林郑月娥 之后呢 他在Facebook那里 还有事情来到去骂林郑的 这些就精彩了 屈永燕就说 希望林郑完成今届特首任期后 返回自己地方 即是英国间大屋 就不要再留在别人的地方了 另外呢 他还说 很想问林郑一个问题 香港不是属于中国领土的一部分吗 为什么你叫祖国的小区做别人的地方啊 难道你心中还认为 香港是97前英国殖民地 你的港华和港独黄人有分别吗 屈永燕这番说话呢 很明显就是发难的 就是要将林郑月娥的片言赤语上纲上线 当然大家也不需要跟林郑抱打不平 作为一个市民 看到建制两方面来互咬 狗咬狗骨 就可以安心吃花生了 你即是说 说到林郑和港独黄人没有分别 这个指控是很严重的 港独是不是分裂国家的大罪呢 现在屈永燕都好像是无所不用其极地去吓林郑 至于他说叫林郑回到英国的大屋 事实上来说 林郑也曾经有这样承认过 就说她在英国生活的时间 她是很开心的 这个她是有说过的 她也是抹不走的 是历史有记录的 当然她现在可以否认 就说在香港最开心 或者去大湾区最开心 但是她在几年之前曾经就真的说过 说在英国是开心的 也都至今来说 她仍然都是一个裸官 她的老公林兆波博士 和她的两个儿子 都仍然是持有英国国籍 是英国公民来的 都没有听见 说他们放弃英国国籍的消息 她作为一个行政长官 其实不停宣传要爱国 叫市民如何来支持中国 融入大湾区 说服力肯定会打了折扣 因为她连自己的老公 和两个儿子都是说服不了 市民 你的家人都不信 你说话的时候 你叫市民去听 市民又怎样去听你的脑点 她那个拉仔 还去了美国做什么博士侯 做这个研究 她的拉仔好像是去史丹福大学的 我没记错 HK01有报道过的 屈永然说到林郑 为何要叫祖国小区做别人的地方 是否认为九七还是前英国殖民地 这些说话多少是带有煽动性的效果 对不对 可能有些人本身是很支持 甚至乎热爱林郑月娥的 但是听完屈永然的这番说话之后 看完她那篇红文 对于林郑会不会产生了一些负面的观感呢 甚至乎是很恨她的 如果有这样的感觉就麻烦了 究竟屈永然她现在在做什么呢 为何要这样上纲上线 对付一个现任的行政长官呢 这些事情她自己来回应 我不懂 反正一般的香港市民就不要学她 建制派就喜欢说什么都可以 何君尧议员也是 屈永然也是 但是如果一般市民说的话 就要小心一点 听他们这样互咬 听、看就不会犯罪的 说就要小心一点 接下来我们又看看另一件消息 行政会议成员兼立法会议员 叶刘淑儒 今天在NOW电视台接受访问 她说香港政治生态有很大改变 重回正轨 她想中央是不想见到 香港再因为特首选举而撕裂 所以你见迟迟未有人出来 搖旗立陷 就是这个原因 中央是不鼓励的 这个就是叶刘的说法 其实究竟中央是不希望社会撕裂 还是想制造一些懸疑感出来 引市民好像有份参与这场选举的过程 因为大家都知道 市民是没有票的 只有1500人有份选 现在制造的懸疑感出来 又好像在这个时刻都未曾阴点了一个特定的候选人 让大家有份来去猜度 有份来去估计 是不是想制造一个这样的效果呢? 在没有票之中又令市民有一个投入感、参与感 至于你说令社会撕裂 社会还怎样撕裂呢? 反对派全部都收拾了 一个都没有剩下的 你不要说那个敌志远是 不要说一比八九 因为进入立法会里面 全部都是爱国者 有些议员都说得对的 什么非建制派呢? 这顶帽子可以撕掉它 非建制本身不能进入职 通过不了资格审查委员会的审查 进入的就是建制的一部分 什么非建制呢? 非什么建制? 哪一部分非建制呢? 所以呢 中央不希望社会因为选举撕裂 这个说法是否说得通呢? 社会本身来说 那个撕裂已经是造成了 黄蓝之间 但是这个撕裂修补了没有? 当然是需要时间 如果要收复的话 但是如果再因为这个特首选举而撕裂 就是建制派内部自己分裂 就不是社会撕裂 是建制派自己的阵营里面撕裂 互相来攻击 谈不上社会撕裂 因为那个社会还有什么撕裂的空间? 至于叶柳淑仪 他本人也是很恨选行政长官的 他也曾经是想参选过 只不过就连提名都拿不到 引述曾玉成的说法 他就说叶柳曾经跟他说过 说在香港里面最有资格来选行政长官的 就是他跟曾玉成两个而已 但是曾玉成就没有行政的经验 没有做政府的经验 叶柳自视很高 他也是传统的AO出身 又是做过问责局长 又做过高级官员 但是始终 上边都不会再信你这些所谓港英如业 还要找AO去治港吗? 没有啦 这支歌 可能是警官治港也行 或者港票治港也行 甚至乎 找回林郑再坐一会也行 但是 怎样找都找不到 叶柳淑仪了 七章几东西 唉 别想了 这些东西 命里有时 终须有 命里无时 莫强求 好了 这一节先说到这里 多谢大家收听 拜拜 拜拜